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撞船事件发生好几天后 菲律宾船上的西方记者 终于找到网络连接上线 开始对外发布两艘海警船受损情况 包括44米级4410艇和4411艇 8月19号 非海警出动这两艘巡逻艇 试图非法侵闯中国仙兵礁 遭中国海警3104舰和21551艇拦截驱离 中方警告几十次都无效 在拦截过程 飞船多次恶意撞击中国海警船 造成双方不同程度损坏 由于技术步行舰艇更差 非海警船自讨苦吃 变成洞洞船 从船只外部照片看 受损程度应该不算太大 对于44米长巡逻艇来说还撑得住 非海警4410艇 左舰后部出现一个洞 从甲板上方开始撞进去一大块 距离水线比较近 可能担心海水灌进去 所以内部还用防水布包着 菲律宾方面说的没错 属于结构性损坏基本透心粮 如果再用力撞 估计得留在仙兵礁了 非海警4411艇 右舰后部也有一个洞 相比之下小了不少 但一米肯定没问题 距离海面较高 常规风浪下 没有进水风险 不知道是不是怕太丢人 这么多天过去了 才想起来要发照片 甚至还拿布遮起来 甚至还拿布遮起来 生怕被人看到 毕竟去的时候信心满满 甚至还带了不少欧美媒体记者 一路跟拍 没想到还在仙兵礁外围 就被拦住 甚至在双方纠缠过程 非海警相当不要脸直接撞击 然而 先发制人并不一定有效 装备不行 技术不给力 照片中的大洞就是证据 比较可惜的是 破洞角度稍微高了一点 如果海警船能改装一下 弄个水下撞脚 那效果肯定非常好 马尼拉企图用海警船 轮番滞留的方式 复刻仁爱交模式 然而这一次 中国海警已经不再准备与其纠缠 而是派出了大力士 打算彻底解决 赖着不走的狗皮膏药 8月22日的卫星图显示 在仙兵礁系湖内 中国船只似乎正在对 非法滞留数个月的 菲律宾海警9701号船 形成合围之势 其中 在飞海警9701号船的东南方向 约2.6公里的地方 是中国的大型远洋托轮南海旧116轮 非海警9701号船西侧 大约500至600米的范围 则是至少6艘中国渔船 形成的半包围之势 中国海警万吨巨轮5901号船 则似乎不见踪影 看起来 非海警9701号船 似乎已经被切断了出路 已经进退尾骨 动弹不得 值得注意的是 116轮是一艘托轮 并且在南海岛礁常驻职守 执行对预险船舶的救助任务 在2022年 该轮曾经拖拽救助了 排水量达6万多的外籍货轮 而9701舰 虽然是飞国最大的海警船 但吨位也只有不到2600吨 116轮想拖走 也是轻而易举 中方出动大马力托轮进入戏湖 用意已经非常明显 事实上 已经对飞下最后通牒 而且目标不是仁爱交上 毫无反抗能力的破船 而是飞海警的门面与精锐 而同样停泊在戏湖里 与9701舰持续对峙的 万吨海警船5901舰 也停泊在116轮旁边 时刻准备应对 可能发生的一切突发情况 可以说 双方打的从来就不是一场 对等的战役 中国执法力量 已经形成了压倒之势 只待一声令下 便可解决危害先边交海域 稳定的这一牛皮选 当然 菲律宾可能已经嗅出了 不对劲的味道 于是联合美英等西方国家 壮大己方声势 利用媒体霸权向国际社会 散播错误舆论 妄图美化自己 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恶劣行径 然而之前 美非二加二会谈上 拜登政府满口承诺的 5亿美元军援 因为美国大选局势的风云突变 顿时受阻 马尼拉想通过火中取栗的方式 赢得金钱援助的美梦 可能就要泡了汤 换来的只是盟友的口头声援而已 8月20日 加拿大媒体和美国海军协会网站 对外披露了有关加拿大海军在我国南海 开展所谓自由航行活动的一些现场细节 当蒙特利尔舰遭遇我12000吨海警船5901舰时 舰上的加拿大水兵 用不敢置信的眼神纷纷走出船舱 眺望约4公里外的中国大型海警执法船 值得注意的是 报道中称 为了防止被我方舰艇电子监听 走上甲板 眺望我万吨海警船的加拿大水兵被紧急通知 要求不得携带任何通讯设备进入上层甲板 不过蒙特利尔舰在南海全程被我军多艘舰艇包夹 由于活动受限 最终被逼出相关水域 在这篇报道中 美方还多次声称 加拿大海军派遣其最大的水面作战舰艇 满载排水量达到4600吨的蒙特利尔舰 伙同美军舰艇 在我南海东海海域接连挑衅 8月中旬 加海军蒙特利尔舰 还特意前往南海相关海域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活动 行动中 蒙特利尔舰还特意选择炒作素材 专门在我南沙群岛美济礁主币礁和永暑礁附近 显示自己的存在 不仅起降直升机刻意拍摄自己穿行美济礁相关海域的画面 还特意选择在岛礁12海里外领海线航行 将自己嘴上异常强硬 实际行动却刺激欺人的丑态表演得一清二楚 在撞传行动发生后 外交部使用三个言众来表达对非行为的谴责 驻飞使馆更是连夜赶制六问美国国务院的席文 小马克思看到中方的严厉态度 妄想公开向中国喊话谈判 不仅想炮制仁爱礁的坐贪非法滞留模式 还想将两国达成的临时协定应用到仙兵礁上 然而在仁爱礁吃了教训之后 急不可耐地想要换个地方找回场子的行为 已经彻底暴露出本届非政府的言而无信 这种美梦还是留着自己做吧 8月19日 中国海军054A型导弹护卫舰御林舰 在我国南沙群岛里月滩附近海域 警戒监视菲律宾渔业船只的视频 双方相距100米 目前解决仙兵礁问题的一切条件都已经具备 趁手的兵器也被调动到中国海警的手中 这一次非面对的不只是海警官兵的棍棒 而是数万马力的托轮 而在这背后所体现的 更是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的坚定意志 和强大能力 面对中方的雷霆之势 留给菲律宾的时间已经不多 再不撤离仙兵礁的话 恐怕追悔莫及 日前 菲律宾军方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 特利尼达透露 非方经过慎重考虑后改变主意 不会向南海派遣FA50战斗机护航 而是指派遣巡逻机 执行所谓的空中任务 特利尼达称 在中国军机出动后 非方不想刺激中国 这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菲律宾空军发言人也表示 用速度更快的战斗机 在海上巡逻效率不高 用速度更快的战斗机 在海上巡逻效率不高 因此还将继续使用目前的螺旋桨飞机 进行常规巡航 中国战斗机用热燕弹给飞方上强度以后 飞方高层上强度以后 飞方高层明显清醒了下来 可以想见 如果飞方不自量力 真派遣战机在南海巡航 那么中国空军也没有了包袱 完全可以硬碰硬 以飞方投铁的个性 如果双方战机真的在空中相遇 但凡飞方飞行员或者地面的指挥官 一个头脑发热 恐怕整个菲律宾空军都得搭进去 面对这样的情况 飞方不把说出去的话再吃回去 又能如何 飞方的这一变化 很可能也跟外部势力有关 飞方以为在惹了中国以后 美国会为自己撑场子 结果美国的表现却让飞方大失所望 几句不咸不淡的口头支持 阻挡不了中国海警船 也阻挡不了解放军的战机 菲律宾在海上碰一头包 还能硬撑着把船开回去 如果在空中惹上中国 恐怕这些战机的归宿只能是大海 考虑到这点 飞方也不得不谨言慎行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